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家的发展 往来你得慎重 有一些人的到来不但不会给你积极影响 反而会给你增添麻烦无数 这些人经常出入你家不是啥好兆头 一 呼朋狗友经常来你家 有道是呼朋狗友中利益 半路朋友不长久 所有半路而来的人其实都是有企图的 而所有在酒桌上认识的呼朋狗友也都是不靠谱的 他们重视利益而不是重感情 迟早会对你做出不当的事 可为什么总有人喜欢跟呼朋狗友交往呢 因为这些人特别有趣 懂喝酒也懂得搞事 所以激发人们的兴趣 看到过一些中年男人 在外面认识了几个喝酒的朋友 就把他们带回家 一点也不考虑过家人的感受 也没有考虑过家庭的未来 后来这些酒肉朋友经常去他们家 搞得他们家期全不宁 慢慢的 这些家庭就被毁了 一个家庭 最好的状态是家人一起 其乐融融地过日子 当然有时候 一些朋友到家里坐坐 也无可厚非 大家一起聊聊天 喝喝茶 说说心里话 自然是有意身心健康 促进彼此间情感交融的 但是这样的来来往往 也要懂得适可而止 我们不能经常去打扰人家 特别是在对方家庭有忙事的时候 或者对方家人已经休息的时候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这样一件事 就是这个家庭 常常有一些奇怪的人来做客 但是这样常来的人 是从事着一些灰色的行当 有时候 甚至还从事一些违法犯罪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警惕了 常常和这样的人来往 我们就很危险了 特别是这些人 如果常常来我们家做客 并且常常吃喝玩乐 湖水海海海的 就会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很多的危害 这些胡奔狗友 不但会影响我们家人的休息 同时还可能把我们带入歧途 所以做人一定要警惕 千万不要多和这样的胡奔狗友 多来往 更不要让他们来我们家做客 否则的话 一旦我们参与了他们的某些不法够当 不但我们会深陷领域 而且我们的家也会被毁掉 二 客你的人经常来你家 这人世间的万事万物 其实都是相生相客的 你有可能是他的客行 而且别人也有可能是你的客行 反正每个人都客来客去 正是因为存在相生相客 所以才会有福西和梅韵一说 前期刘邦最大的客行是项羽 到了后期项羽最大的客行是刘邦 这两个人就是相生相客 相辅相成的存在 再比如说关羽和吕蒙 吕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干掉了关羽 做完这件事后 吕蒙就归去了 只能说吕蒙就是关羽 此生最大的客行 在今时今日 客你的人一般都会让你损失钱财 或者在事业遇到阻碍 当然这是很正常的事 只不过你不能让客你的人 到你家做客 有很多的家庭的福音 就是被这些相客的人给夺走的 你我不得不防 五伯斯诗人萨迪曾经说过 稀释女人的谎言 胜过班农是非的真话 可见班农是非的坏作用有多大 一个喜欢班农是非的朋友 如果经常来你家 必然影响家庭的原有的和睦 喜欢班农是非的人 一般会针对你家的任何事情 都平头论足 会对你的家人和亲戚说三道四 用他的思维眼光去介入你们的家庭 本来的和谐平衡 谈言谁都知道不能听 但是谈言听得多了 必然会信以为真 喜欢班农是非的人 随随便便煽风点火 就可以激起家庭的矛盾 爱班农是非的人 不光会影响我们家庭的和谐 这类人还有一个通病 就是喜欢散播小道消息 如果你在言语交谈时 不慎透露了自己的家庭隐私 那么不用怀疑 第二天你的所谓的隐私 就会变成全程都公开的秘密了 所以要防备这种班农是非的友人 如果你的朋友有这样的人 那么就要和他保持适当的距离 这对于你和你的家庭都非常是明智的 四 喜欢时常向你借钱的朋友 俗话说 无事嫌殷勤 非见即到 一个人如果他和你的关系本就一般 但他经常来你家找你借钱 那你就该小心了 这些人多半会搞垮你的财运 作家赞毛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与朋友之间不要有金钱来往 不要借钱给朋友 要是你借钱给人家 就像胡适先生一样 我借了就不要求还 人与人之间可有金钱来往 使我们人际关系比较成功 对于一代友情 如果掺杂了金钱 那么相信你们之间的友谊 很难长长久久地持续 俗话说得好 救急不救穷 如果你的朋友经常到你家去借钱 说明他的财政状况 处于很窘迫的状况 对于救急和救穷的分析来说 应该属于后者 频繁借钱的人 肯定财政状况出了很大的问题 如果到期无力偿还 或者赖账的时候 我们肯定面临两个抉择 一是选择隐忍 不要 但是家里说不过去 二是选择撕破裂 对方却也没钱 或者不想还 做借口 这样的讨债 或者拒不还款的行为 撕扯着你们二者的友情 朋友最好的相处之道 就是只交心 不交钱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 总爱借钱的朋友出没 一定要谨慎 遇到借钱的时候 尽量以 我不管钱 我没钱为借口 几次拒绝对方 自然知难而退 不借钱只是尴尬 但是真借了 钱没了 家庭乱了 朋友也没了 五 目的不纯的异性朋友 人到了定的年纪 身边的异性 又慢慢地多了起来 这些异性 有的是来抱大腿的 有的是来骗钱的 有的是来讨债的 中间男人经常遇到 缠上他们的蓝桃花 可他们偏偏享受这个过程 刚开始的时候 蓝桃花会给他们温暖 逐渐地他们沦陷了 轻则背败爱人 重则背败家庭 人才两空 像这种因为婚外情 而淒离子散的男人 在现实生活中 简直数不胜数 别林斯基对于目的 不纯的友谊 有这样的描述 阴险的友谊 虽然允许你得到一些 微不足道的小会 却要剥夺你的知恩榜 独立思考 和对真理纯洁的爱 如果你或者你的妻子 有异性的朋友 经常到家里做客 那么一定要注意提防 男和女没有完全 纯洁的纯友谊 尤其是结婚后的 男女关系 很多人的爱而不得 就用异性朋友 闺蜜等方式 继续接触你 让你的另外一半 放松警惕 但是一旦家庭出现裂痕 这些异性朋友 或者闺蜜 将是你们感情撕裂 推波助澜的 最主要因素 一段完美的婚姻里 是男和女双方 都知道情感的分寸 如果将目的不纯的异性 带到家里 长此以往 必然造成家庭关系的不和谋 甚至有引狼入室的风险 六 好吃懒做的人 英国有一句愿语 懒惰没有牙齿 但却可以吞噬人的智慧 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一类人 他们不愿意工作 没有上进心 却一直渴望一夜暴富 这类人如果经常出入我们家 一定要提防 因为这类人 好吃懒做的本性 决定着他们事实无成 如果自己出现困境的话 难保不惦记身边 没有防备的你 人可以犯错 但是好吃懒做 则是做人的本性出现了问题 这样的人一定要远离 因为他们这种不良的本性 会时刻影响其他人的价值观 俗话说 紧珠者赤 紧默者黑 身边的人对我们的价值观影响 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你认识的人 是好吃懒做 一事无成的人 那么他的这种习性 便会影响到你 慢慢的 你会发现你的进取心不见了 时刻想着纵容自己 好的习惯很难培养 坏的恶习 一旦沾染上 就很难改正 记住了 我们甭管和谁往来 常来常往的人 一定是真心实意的人 人品过硬的人 而不是那个 对你消耗太多 总是虚情假意的人 当我们的家中 酒肉朋友 暧昧异性 是非之人 画饼的人 经常出现的话 哪怕只有一个 我们都要警醒自己 不要因为无效的社交 造成家宅不宁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요 谢谢您的观优